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肖战官宣圣罗兰护肤代言之后 已经过去一周 热度依旧未消 这就不得不说 这自带的百万宣发的粉丝们 积极地分享产品使用之后的效果 让肖战这个代言人 不只能在影视剧方面 有过人的常委效应 在商务代言方面依旧如此 能让商务的热度 反补在艺人的身上 并且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屏障 对肖战的商务价值加固 所以才能焊在商务王的宝座之上 官宣之后 品牌一飞充天的销量就不赘述了 据说品牌开心的团建 感谢代言人肖战 可想而知 这业绩还是让线上线下 同时满意的 热度未消 肖战的下一席商务就来了 社交平台上再次传来了小道消息 肖战防晒也提上了日程 确实该来了 彩妆有大牌NERS 护肤有奢牌圣罗兰 还能单独拿下品牌的防晒产品代言 肖战这商务的质量 确实让人无话可说 吃瓜之后 网传将要官宣的产品是 安热纱 安耐晒 虽不知有几分真假 但还是提醒大家 以官宣为主 这款产品也是被各大平台的 美妆博主 疯狂种草的一款产品 回购率都非常的高 再次引起关注的原因 和护肤一样 也是刚需中的刚需 这算是男女老少 一年四季都不限制的一款产品 如果真的是肖战代言 确实能让品牌如虎添翼 别看网传的只是一款单品 在拥有其他产品 也有此类单品的情况下 还可以让肖战代言一个 全新品牌的单品 还都是非常大牌的单品 这就更厉害了 这款产品是资生堂旗下的 能和欧莱雅集团 合作多个品牌代言的同时 欧莱雅 波鲁 拉夫劳伦 圣罗兰 护肤 还能和另外一个 有百年历史的品牌合作 再次证明肖战被各大品牌争抢 确实是真的 虽然是吃瓜 但有几分可信的原因是 肖战空缺的代言 着急的不是粉丝 更不是对他虎视眈眈的对手 而是那些想找肖战代言的品牌们 能合作 那定是通过了层层筛选和考察 注意 考察的不是肖战 而是品牌 随之而来 对肖战的影响 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 坚持找肖战 有时候觉得肖战所遭遇的环境对他不公 换一个角度想 这样严苛的标准 也直接筛选掉了不够格的产品 以免造成人力 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最重要的是 对得起他粉丝们的支持 肖战更是将品牌以往 择选代言人的顺序完全颠倒 从前要对代言人进行 被调和观察期的考察 肖战则是能从乙方的身份 横跳到甲方 让品牌提供资质报告 所以 有什么大牌的代言 都不奇怪了 最近 肖战粉丝们听到 肖战最多的消息 不是他既没进组 有没有被拍到外出吃饭 而是他的侵权案又胜诉了 前有肖战黑粉 通过线上社交平台 报纸等多途径 发布自己的道歉声明 对自己曾经侮辱肖战的言论 进行忏悔与赔偿 后有肖战 状告各商家的侵权案 不断胜诉 进行赔偿 话锋已经如此了 当肖战起诉的 广州市创果贸易有限公司 对自己侵权 违法使用自己物料 图片93张 视频7段史 粉丝们也是惊呆了 说实话 肖战作为内娱顶流 其商业价值 肯定是不容小觑的 不论是他代言的国际高收 还是国产好物 肖战的带货能力 总是一技绝尘 官宣急受空 也是常态 这一点 对于没有请到肖战的商家来说 又怎么会不眼红呢 只不过 肖战的带货能力再强 他也是与品牌方签署了合同 肖战的肖像权 在代言期间 商家是有使用权的 甚至于粉丝们 还会格外期待 自家哥哥新物料的拍摄与发布 粉丝们的购买实力 只有在正经合作的商家那里 才有体现的价值 业内看一个艺人的带货能力 与商业价值 也是看品牌方 官宣代言人前后的销售额对比 最让粉丝们津津乐道的 就是NERS官宣肖战后 销售额一天之内增长了207倍 就这数据 有人欢喜 也有人眼红了 有多少商家希望肖战能代言自家产品 好上自己也享受一把天天爆单的快乐 但是肖战对于自己合作的商家 把控的还是很严格的 在肖战遭受数字事件时 他所合作的品牌就曾遭受黑子的攻击 从开发票到恶意退款 如果商家的产品不过关 恐怕会被黑粉扒出十年前的黑料 整垮商家 过而 能与肖战合作的品牌 一是可以过了肖战团队的考察 不会让肖战的代言降级 二是对自己家产品有足够的信心的 有那么一群人不是肖战的粉丝 却喜欢跟着肖战代言一起购买 因为他们知道肖战的代言惊得起考验 于此 自然有那么一群投机之辈 既不想花钱请肖战代言 一是没钱 二是对自家产品没有足够的信心 不论是肖战还是消费者那里 质量都过不去 可又想要顶流的流量 恨不得肖战所有粉丝 都来买自家产品 怎么办呢 于是这侵权肖战合法权益 私自使用肖战照片 视频的事就干出来了 如果肖战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 起诉商家 那么不追星肖战的网友 恐怕真的会以为是肖战的代言 购买之后产品不过关 岂非损害了肖战的名誉 如果这种事情放任发酵 恐怕不久的将来 市面上十分之八的产品 都能成为肖战的代言了 到时候肖战的商业价值 恐怕也就所剩无起了 肖战的胜诉 也是给其他心思不正的商家 一个警钟 如果他的物料 可以随随便便地使用 那肖战也就坐不上现在的位置 没法成为六奢代言人了 23号下午 微博上了一个刘大锤说 关于肖战的CP一概是假的 娱乐热搜 原因是 发现刘大锤把微博自动回复 设置成了 关于肖战的CP一概是假的 你的CP都是假的 找我再确认也没有用 刘大锤是一位爆料博主 经常发拍到的明星绯闻 近日有许多网友频频去问他 肖战CP 让他去拍肖战的绯闻 然后刘大锤就出来这样一个自动回复 一开始他一条条回复网友 然而发现一些CP粉 脑洞根本无法沟通 然后他就干脆设置了一个这样的自动回复 肖战有一种很特别的体质 就是他每拍一部戏 但凡是主演路透比较和谐 且后期没有范围问题的剧 迎凭CP就容易被戏外追着磕 而且是男女皆可磕 比如说朱仙一 比如说狼殿下 余生请多指教 梦中的那片海开拍那会儿 肖战李沁也传绯闻 而且两人还不是第一年传 因为两人和心力合作挺密切 所以一起出演过多部影视作品了 于是乎从狼殿下一路辟谣到了 梦中的那片海 余生请多指教代播及热播期间 肖战杨子也被磕CP 尤其是星光大赏 杨子给肖战喊加油 微博之夜 肖战给杨子提群摆后 那磕CP的浪潮就更高了 还有剧播出之后 克CP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对于这组 余生请多指教 导演和主演在某次连麦中 也是真人辟谣过 表示肖战杨子 现实中是没有剧中的CP关系的 其实肖战火了之后 已经开始注意避免炒CP了 看看斗罗大陆王牌部队 余生请多指教 播出后的宣发 肖战是都没有CP营业 甚至余生请多指教 播出后 只有女主参与直播了 肖战都没有参与 玉谷瑶的话 估计肖战会营业 毕竟是一番 毕竟主扛 毕竟带新人 只不过估计也不会炒CP 但是肖战体质特殊 戏外观众看到戏里容易磕 一些网友没有边境感 就容易带到现实中磕真人 自己磕还不行 还要到处地找人求证 别人辟谣还不信 还要继续按照自己的逻辑磕 也是让人无奈了 难怪狗仔都要无语了 毕竟人家要是能拍到恋情 当人家愿意次次拍干饭逛街吗 也是了 肖战现在正当红 经历过素人和低谷 自然更注重事业 记得某次采访 肖战说 他35岁之前不考虑谈恋爱 估计现在也是没空的 谈恋爱容易分心 不利于专心搞事业哦 你怎么看待呢 欢迎品评哦 好复权